哈喽,摩羯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Shen 那今天呢,这个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是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从3月1号到3月15号的 这个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sorry,因为刚刚呢 我录影录到一半所以有电话进来 所以其实我的排卡已经洗完 但你们知道我都是有洗你们的排卡 跟就是做一个pre-shuffle的这个动作 那因为中断了,我就只好重新录一次 但我刚刚前言并没有讲太多 所以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但是呢,在开始之前呢 我是有听到一个钟声 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钟声是什么 有点像是 我觉得有点像是 好像某一个moment 好像敲醒了你的哪一个点 然后让你有点 如果以灵性的用词来讲 我们会觉得这很像是内在的觉醒 类似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宇宙有一个讯息 就是好像有一个钟声给了你一个 当头棒和给了你一个 你突然醒悟的感觉 所以这是摩羯座的朋友们在一开始 我读到的一个很强烈的讯息 然后呢,这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讯息是 有可能近期可能有人摩羯座的朋友们会被求婚 或者是你会跟你的对象求婚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讯息在里面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整个整体的能量上面 让我感觉来说有点像是说 我觉得你以前对于你自己内在的自我价值比较 没有那么的明确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你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一些状况的波动 或者是干扰 然后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觉得你有点像是在 比如说别人对你的看法 然后可能造成你情绪上面的波动 然后你为了要迎合别人 或者是想要去反驳别人 所以你造成你自己内在的情绪 还有对你自己自我内在的价值 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确定 但是在现阶段的状况呢 我觉得你朝向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你觉得说这些阴影 或者是是 或者这些别人给你的这种 不是说别人给你的不安全感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你正在朝向一个 你的内在整合 就是等于是说 你的女性力量跟男性力量 就是阴阳调和 我们会讲说这个阴阳的这个能量 开始趋近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那我觉得在未来的状况 是有点像是说 不管你现在经历的人事物跟事件 我觉得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能量的这个状况 跟你自己内在比较有关 跟外在的一些 人事物我觉得影响力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你有点像是在做一个 内在整合的动作 然后最后哦 最后我觉得是 你会达到一个 你会为自己感到很骄傲 我觉得这一两周过后 你在经历一些人事物跟一些情感上面关系之后 我觉得你会为你 你为你自己感觉到很骄傲 还有一点是 你会觉得自己的 在情绪的稳定上面 还有在自己的内在 自我价值感受上面 你会感觉你有点level up 你会觉得 哦原来 自我价值是这样子啊 你懂我意思吗 自我价值原来是这样子的东西 自我价值原来是 可以让我感觉这么的美好 我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在这一两周的遇到状况 比较有点像是 跟自己的这个内在的 内在功课吧 好吧 就这样讲 就内在的功课 在进行一个平衡跟调整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我们来看看宇宙有什么样验证牌卡 好吧 被刚刚那个电话打断之后 真的觉得可恶 那没有关系 让我们来瞧瞧 好了 没有错 你看哦 这个呢 我觉得 为什么会说摩羯座的朋友们 就是在一个 有点重生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 有点像是 你最近遇到的一些事 可能会让你觉得说 可能会让你觉得说 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有点像是 你会自己问你自己 我真的有这么差劲吗 或者是我真的有这么不足吗 或者是 别人真的是这样看我吗 我觉得你有点像是 正在经历要突破 灵魂黑夜的那一个 的灵界点 就是很多事情会引发你 或者是让你去思考 或者是让你去看见 或者是找到力量 你开始觉得说 我觉得有点像是 你要把这些 就有的情绪去做一个清理 然后把这些烦忧 或者是担忧 失去或忧虑的东西 好像要把它抛到一边 然后也有可能在经历 这些过程当中 让你觉得好像有点辛苦 然后有点 有点 挣扎也有 难过也有 但是你想要突破它 对 你看这个权杖八 跟这个保健五 我觉得有点像是 让我感觉说 你过去经历了一些 人事物的关系 让你不断不断的 在这个自我价值 跟自我认知的 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觉得很难 找到一个失利点 跟着力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是 这一两周 你要面临的挑战 就是你已经快要突破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已经快要 破茧而出了 可是这两周 可能还会有些事情 会让你去 对于你自我 自己的 这个 肯定 还是会些许的动摇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一个人 对于他自己 自我很肯定的时候 他是不会管别人的看法的 所以或许 我觉得在某个部分 你是很在意 别人对于你 外在的这个看法 或者是你外在的条件 或者是外在 别人对你的一些感官 对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说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戳 我关于你过去这两周的 能量的这个 印证牌卡 但是我 我是觉得 你已经快要走出 那个隧道的 那个 你知道吗 所以你已经在一条 黑暗的隧道当中 你已经快要走到 那个出口 你好像已经看到 那个隧道 另外一边的 那个 那一头的光芒 你知道吗 然后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整个状况是 能量场是在从 由低转高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摩基座的朋友们 没有错 没没错 没错 没错 我的感觉 没有错 你看吧 完全就是走在一个 你正在要成功的道路上 我觉得呢 为什么我刚刚会讲说 可能你会觉得 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你造成是一个负担 或者是你在自我价值 认知上面 你会觉得说 一直找不到一个失利点 原因是 有些时候 你想反驳别人 就像我前面讲的 你想要告诉别人 我不是这样想啊 我不是那样的人啊 我是如何如何怎么样 可是 很奇怪哦 我刚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感觉我内心是有点心虚的 你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我要去跟别人反驳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好像有点 我才不是里面讲的那样呢 有点类似像这样 你有点心虚 你有点 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并不是很肯定 就是讲这句话的时候 都让你有点觉得说 你是为战而战 你懂我意思吗 你想反驳他们 你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 但是 其实你内心是虚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力量 或者是一个很肯定的状态 在进行这个斗争 或者是反驳 或者是辩解 类似这样子 你再找到一个平衡点 比如说就像有一个人说 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有点说 我觉得你工作能力不足啊 然后你就会想要反驳 他说哪有 你看我上次做的那个案子怎么样 为公司赚了多少钱 然后怎么样 你是那种 你看你看你看 有点像是 你好像要凭借一个什么东西 你才可以肯定自己 而不是比如说别人来跟你讲 我觉得你工作能力很不足啊 可是如果一个自我肯定 是很稳定的人 内在是一个稳定的人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内在的阳性跟阴性能量 是稳定的人 他们会说 真的吗 那你呢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反驳的方式 就有点不太一样 他就会直接问说 那你呢 你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 你在讲我之前 你又做了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当你这个反驳 别人的能量的 这种层次是不同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之前是为了想要 跟别人斗争 但一个稳定 对于自我肯定的人 他们可以用一种 比较揶揄 比较轻松活泼的方式 去反击对方 但是对于他们自我价值 他们是不会送到影响 因为他们不在乎 别人的看法 他们很肯定自己 我觉得你现在 就是在学习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呢 你看哦 你想要为自己 这个是圣杯酒 你想要达到你一个 自我肯定 自我满足的状态 因为你想要 朝这个方向前进嘛 你就是想要达成 这样的目标 因为你希望 你对于你自己 是充满力量的 你看这张是大牌哦 是太阳牌卡 是大牌 所以变成是说 你就是在 朝这个方向前进 你希望你看到 你自己是充满光明 肯定 然后自在 然后是非常有 power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 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有点像是 你正在经历这些 考验吧 或者是转换吧 或者是蜕变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现阶段 这两桌的等能量 好 没有错 我觉得你现阶段能量 就是在一个 叙事待发 然后在一个 在一个培养的 培养这个实力 或者是 在进行蜕变的一个过程 因为呢 你抽到的这个 OK 好 他们说都可以拿 来吧 因为呢 我觉得你现在 你看没有错 你现在就是在培养你自己的 这个内在的力量 或者是阴阳能量的 这个调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你想要离开这个 有点像是说 你想要离开 这些情绪上面的包袱 然后你想要 成为像这个 这个叫皇帝台嘛 就是 你想要成为像这样子的人 对不对 那 你得要去 好好的培养你自己 内在的这个实力 你才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 那 在这中间过程当中呢 你一定会经历很多别人 给你的纷争 给你的评论 但你想离开这个状态 可是你内心很清楚 你想把自己培养成 像这样子的人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内心会有很多 黑暗面 或者是你恐惧 或者是你觉得 你自己根本 不配好了 或者是不值得 这个价值好了 这些阴暗面呢 是你要去 去处理 去面对的 然后你想要离开这里 你想要 能够朝向一个 更肯定自己的方向 因为这个你看 这个圣杯石 是你想要的 你从过去 是一个 我的排掉了 你过去是一个圣杯酒 现在的状态是 你已经开始想要 朝圣杯石迈进 你想要更进一步 酒到十嘛 等于是说 你想更加的成长 对吧 然后呢 你想要离开这个 比如说 你觉得自己 可能不够成熟 可能自己没有能力 去面对 可能自己对于 自我价值不够肯定 你想要离开 这个现阶段的 这个状态 因为你想要开始能够 培养你自己 成为这样子的人 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能力 成熟 独立 又有 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 跟认知 是非常稳固的 你想要朝向 这个方向前进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未来的 这个能量牌卡的 解释 飞到地板上 还好我解释完毕 我要再去捡回来 OK 你看 非常的快吧 来吧 摩羯座的朋友们 没有错 摩羯座的朋友们 不要说 我没有把这个牌卡 拿出来给你看 你注意看哦 经历过你过去 到现在的一个转变 跟一个蜕变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能量场 是延续的 有点像是两到三中 两到三个月 你呢 这个保健时 也就是你在想 你要朝哪个方向前进嘛 刚刚我们不是有说 你要离开那一个情绪 你想要朝一个 新的方向开始 所以钱壁石 代表说 你已经遍体鳞伤 你想要离开这个 自我 我觉得 嗯 你自我责备也好 或者是你觉得 自己不够好的 那个感觉 你已经要远离他了 因为你已经找到 自己的力量 你已经在未来 找到自己的力量了 你想为自己举杯庆祝 你成为一个 有力量的人 然后呢 重点是 呃 我要给你看这个 你看这里 这里是一个这个 呃 钱壁国王跟钱壁女王 一对 呃 这个就是 一对couple对吧 这个代表说 其实你的内外在 已经进行了一个结合 因为这边有一个女祭司 你知道吗 女祭司在这边 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是 你的内外在 你的潜意识 跟你的主意识 他们已经变成是 共同去形成 一个你对于 你自己自我价值的肯定 内外整合 已经完成了 所以才会有这个 阴阳 我刚一直有讲嘛 阴阳的部分 还有你的男性力量 跟女性力量 内在的这个平衡 已经进行了一个整合 所以你对你自己 是非常肯定 有力量的 因为你想要把你自己 栽培成像这个国王一样 对吧 我刚一直有讲 你就是在经历一个 内在阴阳的那样的平衡 这个女技师的牌卡出现 完完全全就是在 印证这件事情 你在成长蜕变的过程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点耐心 给自己一点机会 给自己一点点 我觉得信心吧 你要相信说 我当然相信 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有经历过 这种内在整合 所以我很清楚 这不是外人讲什么 或外人帮助你什么 你就可以达成的 这个要透过自己 很深层内在的整合 跟内化的过程 你才有可能变成是一个阴阳 两个能量能够达到一个 平衡共振的 一个最好的结果 那我们刚刚有讲 最后呢 这两周 你即将看到这个 看不见的 这个即将要迎来的 这件事情就是圣杯女王 我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圣杯女王 我很有感觉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当你一个人 在进行一个 蜕变的过程当中 最后达到这个level up 就是你内在 灵性成长也好 或者是你内心的 这种自我价值 肯定这种 转变也好 这为你带来 情绪上的满足 是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取代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跟你买一个 LV包包的那种 就是那种 觉得很开心的 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你接下来会得到 一个很大的 自我满足的感觉 你会觉得 为自己而骄傲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会为你自己 感到骄傲的 你会觉得说 没想到我经历了这么多 就只是为了换来一个 自我价值的肯定 可是我必须告诉你 自信跟自我价值 这种东西 不是 一天就可以达成的 他要经历过 你看这个很肯定的 直接这张牌卡就设出来 这是需要经历过很多 我觉得人生上面的事情 的一些 转变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的 一些觉醒也好 我觉得这是 这是你必须要 能够去达成的 好 那这个呢 也就是 这个叫什么 圣碑适者 我觉得圣碑适者 解释这个圣碑皇后 原因就是 我告诉你 你已经要开始转变了 所以在接下来这两周 你看不到的是 你要想 你以前只是一个 圣碑适者 然后你想要成为 这样子独立自主的 这个圣碑皇后 我告诉你 就像一只猪在飞 这边有一只猪 你有看到吗 不知道这样 看不看到 这边有一只猪在飞 猪在飞是 你知道猪是不可能飞的 你有没有意思吗 可是这只猪飞走了 然后你坐在这里 看着猪往天上飞 这个是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说 你会觉得 我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这么有自信 这么肯定 然后对于自己的 自我家族感 自我满足 然后还有 你看这个女王 多有自信啊 对不对 你看她的脸 多有自信啊 你觉得成为这样子的人 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你要去想 你现在正在将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 化为可能 因为你要从这个 圣碑启示 变成这个圣碑女王了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这两周 或许你会经历过一些人事物 然后帮助你 去做一个灵性上面的成长 或者是内在的一个转化 让你对于自我自己的 自我价值的肯定 自我价值的认知 我觉得会对你带来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你一定要特别去 在自己的这个方面 下一个功夫 你看没有错吧 你看 这张牌卡 就是代表 对你的梦想 要有这个信心 就像是说 你觉得说 我怎么可能会从一个圣碑启示 然后变成这个圣碑皇后呢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 比如说 一夕之间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人 当然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达成的 你想要像你所看到那些人 比如说你所敬仰的那些人 这么有自信 这么有能力 或者是这么样的 能够为自己去付出 或者是发声 或者是对自己 有很肯定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张牌卡就是在印证 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得到 好吗 摩羯座的朋友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能量场 让我感觉是有点自卑的 你看是哦 这个自卑有点像是说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 我觉得 有些摩羯座的朋友们 是外在非常的好 但内在有点空虚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中间读这个牌卡的时候 好像觉得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 感觉很心虚 即使说他外在像这个国王条件这么好 但他内在是有点自卑的 他对于他自己自我肯定的价值 并没有像外在看起来那么的完美 所以这是部分摩羯座的朋友们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两周的这个能量 有点像是说 你把你的内外在做了一个整合 所以你对你自己更加肯定 所以我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要记得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就是最高的信仰 你一定可以达成你想要的目标 然后进行这个 我觉得灵性上也好 或者是内外在的这个整合也好 我觉得未来这两周 好好把握这个力量 然后让自己有所提升 然后让自己不管在生活上 各个层面上面 或你遇到的这些人事物上面 你能够用更多 更高的 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 我觉得对你 接下来这两周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好吗 好 那以上呢 这就是我这两周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如果有符合你的状况 请你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到给你的朋友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帮我按一个喜欢 这个可以协助我继续成长 经营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